MING PAO TORONT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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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們都不會吵架嗎 哦 一定會吵架 你叫我按鈴三分鐘好像在一起這樣 Oh my god 你們這樣看 他也學會了那個台灣的打招 學會了呢 給我們看 Oh my god 我們兩個是Pizza 對 嗨 大家好 我是安妮 我是邱恆 今天的主角從美國來的 請說 他說公主的Pizza好好吃哦 Pizza不只是好吃而已 他們店裡面的一川一瓦 都是兩個父親共同包辦的 那我們去找他們吧 走 我們來找你們 你們不是要開Pizza店嗎 4點 現在還有點時間 有時間 所以你們來這邊 這邊是Pizza 平安 平安 其實這邊好舒服哦 所以你們才嫁回來這邊 會啊 很熟 JIT 但是你為什麼來台灣 我來台灣是當背包客 背包客 然後又跑來亞洲一下 然後再認識我老婆 再享住一些東西 你們怎麼認識的啊 哦 他們有共同的朋友 哦 所以是朋友介紹的 我就一直出去玩 所以你們在台灣認識的 在台灣認識的 哦 這樣子 啊 你會選英文嗎 不會 會說不好 那你們怎麼呢 你們怎麼這麼共通 就是有我們的電腦 那個翻譯 翻譯人 哦 哦 真的嗎 所以你要告白的時候 你都要再見到他 真的嗎 我愛你 啊 沒有那麼快 沒有那麼快 對 醫生說 我覺得你很可愛 然後 我愛你 真的嗎 你煮飯很好吃 這樣 真的嗎 對 好浪漫哦 所以當初他怎麼追你的 如果他不會中文 那時候 沒有跟我說啊 可以給我你手機嗎 可以給我你手機 沒有手機可以 沒有手機可以 那我要給你手機 然後他才是 請問你可以給我手機 好嗎 那你為什麼喜歡他 因為他漂亮嗎 還是 當然覺得他很漂亮 可是那時候 就是看他 我知道我想跟他講話 然後認識他多一點 我小時候會講廣東話 可是沒那麼好 你為什麼叫廣東話 我是婚學 哦 你是婚學 我媽媽是香港人 康福其樂哦 所以 我覺得 要跟他學廣東話 為了愛才是中文 沒錯 我記得我剛開始來台灣 來玩的時候 我拿地圖看怎麼走 還是我在哪裡 然後如果我就拿出來我的地圖 常常會有人就問我 你要我的幫忙嗎 還是 Can I help you 還是常常有這個 然後我是一個紐約的人 所以我會記得在紐約 如果你停在路邊 然後 要看你在哪裡 還是哪一個地圖 沒有人會立你 如果人立你 他們就會推你過去 你當住路 所以你覺得台灣的女孩子 跟美國女孩子 又不一樣嗎 應該是比較溫柔 比較溫柔 對啊 你覺得你老公也不一樣嗎 台灣的男生 跟外國男生 比較獨立吧 比較獨立 對 比較美 比較有想法就是多了 嗯 所以我想問 為什麼你們當初 會選擇開披薩店 而不是其他的餐廳 我以前在美國 有做餐飲員 然後 我剛認識他 我也是一直煮飯 一直煮飯 然後聽了朋友說 好吃 好吃 我知道我會做那些 可是那個時候 就是不一定 我們住的地方還是 那邊比較適合開 可是我們就是有做 他本來就是很喜歡煮東西的人 對 然後 主要就是 我也鼓勵他 我們兩個就說 那就一起創業看看啊 所以你們披薩都熟工作對不對 對 我就是熟很好吃的披薩 我們 我是做過披薩 很多年在美國 在美國 所以你來台灣 你覺得喔 那時候我們想要 要開披薩店 我老婆說可能 沒那麼流行現在 可是我說 披薩沒有什麼流行的東西 對 就是披薩 就是披薩 永遠都會有人披薩 所以真的是 這樣子 我沒有超過這個 我知道之前台灣 比較沒有那麼多人 就是習慣吃披薩對不對 對 但是好像看完那個 什麼忍者類 是什麼 對 那個車頭 對 所以大家才開始吃披薩 所以大家才開始吃披薩 所以自己都在台灣長大了 對 那你們以後希望他可以 在台灣還是在美國 目前想說留在台灣 在台灣 你覺得台灣比美國更好 因為我覺得方便 比較方便 比較方便 對 他去過美國嗎 有去過美國嗎 對 但是我自己是在這邊找到他的 所以我想把他留下來 把小孩也通通都留下來 那你想念美國的時候 你通常會說什麼 常常是去找家人 還是去錄影 我喜歡去 搭帳篷 在這邊我也會 可是比較不一樣 我比較不習慣這邊的 蛇 昆蟲 這是昆蟲啊 這是這邊的東西 然後也很熱啊 那時候還是會去跑去吃 因為美國有的食物 然後披薩 常常是披薩 披薩不是意大利的嗎 那美國已經改變到 美國最出名的就是披薩 因為不是最出名 還有漢堡 然後也有很多人會賣 摩西哥食物 這邊比較少這樣 對 摩西哥食物也很好 很想那些 準備你們 現在快要開店了嗎 當然 4點 所以我們準備要離開了 我們可以跟你們一起嗎 待會一天 來不及說你們的披薩真的很好吃 然後很想吃食感 可以嗎 可以啊 可以嗎 這個下面而已啊 走吧 Jay與老婆 因為在台灣而相愛 於是決定在這個定情之地 落地生根 為了能一解Jay 朝思暮想的思鄉之情 夫妻倆決定自行創業 賣起道地的美國披薩 不僅結合了台灣的在地食材與做法 更能把融合台灣與美國的愛 與大家一同分享 這個美麗的好吃的披薩 從Jay 是從紐約 但是住在新加坡 我可以建議大家來這裡 試一下披薩 超級厲害 我來過幾次了 我覺得他都是很認真工作 然後真的 他的披薩真的很好吃 我記得我們第一次 我跟我先生嘛 因為我現在是外國人 所以一進到這家店 就是看到這老闆 其實那時候 他是外國人嗎 這種感覺 然後從第一次跟大家見面 就覺得很親切 然後你可以感覺到 他在做一件是 他很熱情的事情 他 我真的很喜歡他的中文 因為我沒有就是 認真聽過一個外國人 中文可以講這麼好 還可以跟那些媽媽們可以對話 而且還有一些 稍微年紀大一點的 阿公阿嬤姐妹也可以跟他對話 甚至他也聽那種 一點點的台語 所以真的很厲害 他們 不會有很多老闆的價值 讓你覺得好像 很有距離感 就是會讓 對待你們像 對待家人一樣 所以 會覺得跟 老闆或老闆娘都是 朋友的關係 所以 大家都很自然 可以融入在這個 店裡面這樣 耶 我們現在要自己做披薩 對不對 對啊 你要教我們 那我們今天要做什麼 披薩呢 我們要做一個 南瓜披薩的第一步 等等等等 什麼南瓜披薩 你還好嗎 什麼南瓜披薩 你還好嗎 南瓜口味的披薩 南瓜口味的披薩 我奶奶她喜歡吃南瓜 這老人家馬上 比較沒有 有一天她就說 披薩可不可以 就是南瓜口味的 她自己跟你們說 然後我就聽進去 我說好 我試試看 她就把南瓜整顆 烤一烤以後 打成泥再加一點牛奶 然後就變成這樣 這樣很好吃喔 難怪你 對 我們要吃吃看 要怎麼做 好 皮膚已經做好了 我們已經壓好麵包 所以你可以放 兩塊 這個比賽片 是你們自己手工做的 對不對 對 那個影片影片裡面的是什麼 麥 麥 你為什麼要加麥 就回出去 喔 比較簡單 就這樣子 好 我們來我們的 讓老師做喔 這樣夠嗎老闆 不夠 要再加多一點 然後 看你 可是很多人會選菠菜 喔 對 我們賣了很多菠菜跟鳳梨 好 就拿出來 把這個拿出來 把這個拿出來 好厲害喔 你們自己做的嗎 還是你們買這個地方的時候 就有 這個牠是 那時候我們 他先去散步 然後就在我們家附近 就看到有一家店 要倒了 然後那房東不知道這牠怎麼辦 很大一串 他就拍賣 然後被他看到 他就趕快來找我說 樓下有要賣牠耶 然後我說真的嗎 然後他就帶我下去 以後我們就一直跟老闆殺價 然後就買到這顆牠 那我覺得它看起來很好用啊 然後最後它真的是好用 我們已經烤了 希望的Pizza在裡面 希望的Pizza 我們都沒有問題 喔 我們Pizza好像差不多了 來來來來 你現在要小心 那我休息啊 休息 我們自己做的 Pizza Pizza of cake 你們每天烤這個Pizza 我們都準備差不多50個 我們都準備差不多50個 50個 為什麼這麼小 小啊 我們的Pizza 沒有辦法 我們的麵糰沒有辦法 早上做 然後馬上用 都是發酵幾天 喔 所以 我們都需要一個固定的 所以你們都是50個 那你為什麼不做多一點 其實50個已經差不多了 差不多了 你們覺得 你們覺得錢夠就夠了 不要太多對不對 對 特別是還有小孩子要付 家人的時間 家人的時間 如果這邊看到了 有很多你們 好像你們家人 來這邊 對 有家人啊 所以 你們覺得跟家人在一起比較重要 我有跟他聊 他說他其實不是那麼想要 一下子就要做生意做得很大 他比較在乎那個品質 所以他在乎客人吃了以後 他會是常來的常客 看到他們就覺得很溫馨啦 來這邊不只是吃披薩 好像那種鄰居的感覺 耶 披薩我們切好了 那我知道一個小 好笑的故事 跟披薩有關係 有一個老阿瑪 大大點回給一個披薩店 然後他說我要一個披薩 然後他們說好 那阿瑪請問 你要我們幫你切幾片 六片還是八片 他說 因為八片我吃不下 有點不好 算了不好笑了 就吃飯我吃 給我 從客人們充滿幸福的表情 不難發現 道地的美國滋味 與台灣的在地食材 有多麼和諧 如同這對夫妻的相處模式一樣 他們披薩好吃的秘訣 就在於用心兩個字 除了經典的美國口味之外 又會有著哪些讓人驚喜的特殊風味呢 耶 好開心喔 我們有兩種披薩 還有 雞 雞 為什麼我們剛剛做一個披薩 為什麼有兩個 就是你們自己做的 是比較美式一點的 這個呢 為什麼你們要特別請我們吃 可是美式辣椒就是 我去 美國叫做Buffalo Chicken Buffalo Chicken 喔我聽到 所以一定會稱吉吉吧 然後由來是因為我第一次去她家 然後媽媽就脹了三公斤 三公斤 三公斤 三公斤大概是多長 就是她說要拍一個派對 然後就給我那個講 然後吃起來就是酸酸辣辣的 然後我走過西路是很好吃的 如果有機會我回到台灣 能做到的話 我一定要跟大家一起吃看 好耶乾杯 好 好 好 很辣啊 超辣的 好外國的味道喔 這個醬汁你們製作的還是 可以幫我帶回來嗎 我們需要一個很重要的 美國的 已經做好的一個東西 然後跟我們自己 我們自己在準備買 她幫我幫你做三公斤 那你吃了多少 三公斤啊 你就吃完了一個人 不是一個人啊 那一晚上沒有吃完 不是早上 只是聽到一個聲音 是她剛剛大概這樣 我一直以為開冰箱 真的嗎 真的 那個冰箱也很好吃 好可愛喔 真的不過真的很好吃 然後她們幫她們第一次看到 我會想說 這女生怎麼那麼愛吃 喔齁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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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真的很好吃喔 欸 那個筆菜筆真的很特別喔 妳們的筆菜筆很薄很薄的 那都好吃 沒有辦法用太厚 你怎麼喜歡這個 因為我本身不太喜歡吃南瓜 因為它有一種口味 但是這個完全沒有外 蓋掉了 就是因為其他的菜 天啊 我肚子餓老實在真的很好吃喔 我覺得吃個不盡好好吃喔 你們在一起其實很可愛喔 拜年 你們都不會吵架嗎 你們其實 我一定會吵架喔 比如說Pizza她要轉右邊 她附近說要轉右 我就說應該要轉左邊 這個也很少 那你們這麼符合 吵架後 最後是Pizza畢竟是她先學來的 還聽她的 先才聽她的 那你們吵架的時候誰會道歉 道歉 現在大家都先不講話 先不講話多久 一個月 沒有一個月啊 沒有一個月啊 太久了 沒有那麼久了 現在我還很想她 差不多 好可愛 你聽到了沒 我們的操作就是那樣子 吵架 我不要講話 她要一直 一直要講話 她要說 不要再吵 我說你這樣安靜的 三分鐘好像三年一樣 Oh my god 你們這樣太 sweet 然後呢 給我一個男生就不行 你也有啊 對 我也有 你也有 你也有 她也學會了台灣的打招 學會了嗎 給我們看你這個招招 你們說你現在也被老婆罵 Oh my god 哇 我們兩個吃披薩 對 她是男的嗎 她們感情也非常好 就常常會 趁我們不注意的時候 就會有一些 親密的小動作這樣 突然就會 一個新聞啊 或是 可以把老婆抱在懷裡這樣 對 然後我們看到會覺得 哇 非常的甜蜜這樣 你們的這個披薩怎麼好吃 有沒有什麼特別的秘訣 可以告訴我們一下 偷偷的告訴我們 所以我們自己可以開店 對 所以你們都不會賺錢 第一個會放很多很多眼巴 眼巴 眼巴 我開玩笑 我沒有自己 因為你要開店 所以我們要開玩笑 很多眼巴 都是我們的麵團 麵團最重要啊 麵團真的很好 主要是麵團 因為那時候一開店 我們就先做了一個 發酵的效果 對 然後所以我們每當 每一次做麵 新的麵團的時候 然後我們就會把舊的麵團 再放回去 就是老麵團 所謂的老麵團 它就會直接在發酵 所以這場呢 你有帶一點點微酸的感覺 就是自然的發酵 可能會不會 接下來就比較會 肚子脹氣嘛 很衰啊 真的很衰啊 真的很衰 然後它真的有一個味道 還有一個 天然的味道 對 在一起然後結婚 現在已經八年了 那就是她的媽媽 對於你一定 有沒有會這麼 看訪嗎 那時候我問她 她覺得 我要真的 她的相反 對 她都會說不行啊 什麼 人家說你看我 她是一個 香港的女生 對啊 然後她也跑去美國 然後她就住在美國 她住在香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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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她就是 一定會等一下 去跟我講說 你這裡要 但是你不行走 然後就是 如果你自己覺得 我不要光我 我不要想因為我 你應該怎麼能走 給你很多的自由 對 余婷她是很向良的 對我兒子很好 我很喜歡台灣 所以我每年都來看 因為他們也在 可是我也很喜歡台灣 我覺得美國人都很 優先 很善良 我有問題 我去問她們 她們都會幫我 因為她剛剛來的時候 不會說 現在她自己去菜市場 自己買菜 訂貨也是自己 打電話去訂貨 有很多麻煩 她也自己去弄好 你的爸爸媽媽怎麼樣 他們說 你要人家給外國人怎麼樣 好帥 他們就是好帥 她很高 出家 快點 剛來我們家喝酒 你好 喝茶 所以她一直喝茶 一直喝茶 就是她們都講我們 對次的東西 一直都講我們對次的東西 對 所以她為了讓我 很興奮 就是煮了所有的美國菜 行嗎 好可愛 好可愛 然後她們嘴巴都貼了 這樣 媽媽啦 給你請我 所以我們都很愛你 對 對 媽媽爸爸都很滿意她 對 因為她很肯努力 你想背景 對 然後考試 在面對你錢 然後坐在這邊 覺得有錢很漂亮 最重要的是她很愛你 對 很偉愛 我覺得她可以因為我 然後 犧牲掉她自己 還可以去旅行的機會 然後留下來就是選擇我 然後陪伴我 那因為那時候前陣子我們住過台南嘛 所以那裡滿常講台語的 她也很努力去學 就會去 試著 聽到別人講什麼 然後再回來問我說那是什麼意思 所以我就覺得 哇 她對語言這方面她很努力去學 因為她真的想明白 對 像中文的部分 可能就 不太能看得出來 所以她就常常 看到東西的時候 會拿來問我們 對然後 想知道很多事情的時候 都會一直問 一直問 但是因為你是從小哥出在美國 那你是台灣人 那你們在一起 有沒有什麼 就是文化上的問題嗎 有 好可愛 沒有 現在我們的問題 就是我們有一個小孩 小孩不是問題 但是我們 知道 台灣跟美國不一樣 有小孩 所以我捨不得讓她 從寶寶到長大 都在這邊 不認識美國的樣子 我也覺得 我在美國有開心 有快樂 可是她也在台灣有開心的方法 所以 所以 都會講這個 然後有時候是一個 困難 困難的東西 對 她比較想讓小孩子長大以後 去嘗試這個國家 對 選擇她喜歡 在哪裡 然後我是一直就是 留在台灣 那邊 要保護她 對 就在台灣就好啦 然後總總看不錯 所以你看到台灣 沒有什麼不習慣的地方嗎 吃的呢 你都喜歡嗎 現在習慣的是 當我來香港是 的另外一天 來 來 你最不習慣吃 你最可怕 你覺得 哇 怎麼可以吃這個 當上的人應該會說 臭豆腐 可是我覺得是豬蟹 豬蟹 豬蟹 豬蟹真的比較好 那個時候我覺得 有一點 有不怕 可是現在我會吃 然後現在我也很喜歡 很習慣 我會去買鴨蟹 我會去買 麻辣鴨蟹 麻辣鴨蟹 那個是真的很好吃 麻辣鴨蟹 你們有麻辣鴨蟹 我不敢吃麻辣 我都比較喜歡吃那個 新鮮的辣椒 新鮮的辣椒 麻辣鴨蟹 我猜一下你最愛吃什麼 在台灣 剛到台灣 我猜外國人猜外國人的事情 來 你剛到台灣 你最愛吃 鹿肉飯 是嗎 Yes 給你飯 我跟 為什麼 你們想知道為什麼嗎 因為 每個外國人覺得 鴨蟹很好吃 因為它的味道 我覺得很舒服 對不對 是很容易 因為它可以吃很多 剛來他會的第一句台語 是那個 給鴨蟹 他會講鴨蟹 鴨蟹 鴨蟹好可愛喔 鴨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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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除了鴨蟹 那你還覺得台灣有什麼優點讓你們吃飯 我真的覺得台灣人跟美國比起來 比較 Nice 而且 我有住在台南 特上 我有住在台南兩年 喔台南人都很好喔 然後 就是那邊 住那邊跟我來 那時候就是女朋友 然後變成 也很久 就是讓我覺得 哇台灣真的很棒 我會 我住這邊 很久不會怎麼樣 我也可以到這邊 那為什麼你當選擇搬來這邊 新店是因為我們媽媽 爸爸是在這邊的 喔 你知道他的兄弟還怎麼在這裡 對 他現在是新店人喔 他是小時候的這邊 他就是在那邊 在台南身體大學 喔 大學 然後這邊帶他去那邊 你最幸福的地方是什麼 我最幸福的地方 現在最幸福的地方 就是 我媽媽有辦法跑來 然後這邊就在這邊 找我們那個 然後就在台北很討厭 然後 然後我老婆 放了孩子 全部都很開心 為我最先天 很開心 你有什麼話要 你怎麼放鬆 我愛你 哇 我愛你 來自美國的Jay 與在台灣的老婆相遇 如同上天最美妙的安排 從一個背包客 變成了披薩店老闆 從一個人 變成了幸福美滿的家庭 Jay知道 他一路上 或許會遇到無數的難題 但他更清楚自己的身旁 永遠會有老婆 和小孩支持著他 陪伴著他在台灣的每一天 與每一步 我想要對Jay Jay講說 他在我眼裡面 我一直就是很敬佩他吧 因為他的勇氣 還有他的恆心 跟他的冒險的感覺 就是讓我 以前我不敢這麼去做 但是看著他以後 我也會有那種衝動 就是覺得人生應該就是 要像他這樣子學長 我想跟我老婆說 謝謝他 歡迎我在他的國家 跟他的家人 是真的一個 讓我很容易 進去台灣的感覺 第一個是我要我的 中文進步到非常好 可以看包子還是什麼 然後要學到我的台語 可以跟人講話 我覺得那個還蠻重要的 我不要還是每天都有 那麼多聽不懂 聽不懂 然後就是有一個 不舒服的感覺 所以到台灣 然後我去了一個台灣老婆 然後他今天說 他在台灣非常的幸福 他還說他很謝謝台灣 因為台灣給他安全感 給他家 給他地方 以及給他工作 所以他在台灣很開心 我也覺得 嗯 跟我一樣 因為他也覺得台灣人 都很熱情 都很開心 所以他能看到台灣 很多人會幫助他 所以我覺得我們要每天這樣 你就看誰是要我們的幫忙 就去幫忙 跟台灣人一樣 從他們的故事 感覺好像看到我自己的故事一樣 我們都是為了另一半 為了愛而選擇在台灣 今天吃到這一道披薩 我覺得非常的難得 因為呢 在他是很擁心從美國 帶來台灣很道地的美國的味道 再加上 使用台灣新鮮的食材做結合 然後又再加上一點點 愛等到味料 讓我們感到非常的辛苦 透過他們的故事 也讓我們可以深深的感到 家人對我們來說是多麼重要的 在他選擇在台灣 因為他說在台灣有很多他的家人 祝福他們在台灣這塊鼓勵可以 就像現在一樣 在一個小小的霧眼下 但是有大大的愛 透過不同層面的輕鬆議題 請聽台灣與親住民朋友們的意見 藉此了解是否會有著文化上的差異 而他們的觀點又會和你的一樣嗎 所以不習慣就是 有時候他逆方向停車 對 因為我覺得是 這個習慣真的是很難理解 有時候他想到我都會死 有開車就是人有一些人就沒有水準的 把窗戶拉下來 來檳榔或者煙把它彈到車窗出去 或者從那個吐那個檳榔汁 我覺得跟著後面 譬如說騎摩托車 有時候就會噴到 換車到不打方向燈吧 不然就是很多不守規矩的 像這種紅燈右轉啊 突然從巷子跑出來這種 就很危險的這種 每一家七人車公司都不一樣 顏色也不一樣 你穿的看到穿的衣服 知道是屬於哪一個公司 但是台灣就是大部分是私人的 所以一開始我有點不習慣 就說這個七人車是去開那麼萌 或是有什麼不差當的行為 那我要投訴我跟誰投訴 好像沒地方可以投訴的 如果在印尼的話 可能是因為要賺錢的關係還是怎樣 開得比較慢 如果台灣的話 七人車都會 都會一直在那邊闖 然後打下 光打方向燈就是這一點了 他們也是不會跟你搶快 不離浪 又不一樣喔 俄羅斯的警察比較帥 比較慢的感覺 他們就這樣子比較帥 你不可以跟他們開玩笑 台灣的警察比較可愛一點 你可以跟他撒嬌一點 什麼的他們都會保護你 但是兩個國家的都很專業都很好 路面上其實很多的 越南的遊客有問我這個問題 說台灣的路面上都沒有看到警察 那為什麼沒有警察 交通還有那麼正常 其實我會跟他講是 他就出現在人民需要他的時候 就是上下方的時候 或是有人報警的時候會看到 越南不一樣 越南到處每個十四路後都看到警察 你最不希望到他 他就出現了 而且有時候他後面就轉過來 欸小姐剛剛走錯了 無論是外國人還是台灣人 對於交通問題的看法都非常相似 例如行車違規 超車搶快等危險行為 都顯示出道路安全的重要性 每一位用路人都應該以安全為最高原則 讓台灣變成更美好更祥和的國家